全家就是李家 你也租在李家 我是你的鄰居 Lizzy 李四 好的 各位 今天要來開箱什麼呢 今天要來開箱 隱形眼鏡 老實說 我真的已經沒有隱形眼鏡好一陣子了 我不喜歡太放大或者是太俐落的隱形眼鏡 就是你知道邊切橫的那種鑽石閃亮 我比較不喜歡那種 我喜歡就是假外國人的那種你知道嗎 混血感就是瞳孔直徑沒有放很大 然後灰色系的隱形眼鏡然後柔邊的 我現在戴著的這個隱形眼鏡我覺得勉強的算OK 因為這是我上次有一個活動我臨時去Seven買的 便利商店現在有在賣隱形眼鏡大家知道吧 然後全家賣的那一款我真的不行 我真的母湯 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今天要來開箱我新賣的 TTDI的隱形眼鏡 我實在沒有料到它的盒子會這麼可愛耶 因為我其實就是在IG上划廣告 它就廣告我這個 這個應該是反正就是西方的牌子好不好 我也不知道它是哪裏的牌子 反正就是一些外國人啊歐美人士啊 就是就是那個歐美那邊的牌子吧 我看他們的模特兒都是這樣 我發現他們的廣告啊 各種顏色比如說深色瞳孔的模特兒帶 或者是淺色模特兒帶 沒有就是深色瞳孔的模特兒帶 還是一樣超顯色完全鄭重我心 然後他們直徑又小 然後選擇有很多 所以我就是二話不說我就定了 而且它的價格也很便宜 然後我看他們的網站上常常做活動 所以我今天就來開箱一下我新買的隱形眼鏡 其實我完全沒有爬過紋 我就是完全憑著一股衝動去下單了 説不知欸 你們有看過這麼可愛的隱形眼鏡盒子嗎 我不知道耶很可愛耶給你們看一下 好那我要來開箱囉各位 什麼 誒 他有送這個小貼紙耶 很可愛耶 一個小貼紙 一個文宣 它有三個隱形眼鏡盒 然後它的隱形眼鏡盒是這樣 三個隱形眼鏡盒 三個隱形眼鏡盒 為什麼送了這個 星星亮片 有這個星星亮片 不知道為什麼要有星星亮片 然後 噢 這什麼 HAND MIRROR 各位 還有送你一個小鏡 誒 真的很划算耶 我光是看這個包裝心情就好 噢 居然還有這個莫名其妙的貼紙 這什麼 紋身貼紙 紋身貼紙1 紋身貼紙2 也送太多東西了吧 然後這是我這次買的三款 我拿出來給大家看 誒它的包裝超級可愛耶 然後上面有它的就是它的LOGO 然後我這次買了三款 三款 很可愛耶 很可愛耶各位 因為其實國外的網站它 它沒有特別放包裝 然後它們的圖片也沒有到很多 我真的沒有料到會是這麼可愛的包裝耶 Everybody 我都是買灰色系的 但是因為它就是有在特價 所以我就想說我買了三種灰色 然後這三個都是年炮 我超愛買年炮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因為我就是很空門 所以我最喜歡戴年炮 因為我都會把它戴非常之久 我先開箱一下手拿鏡 我很好奇就是 它到底長什麼樣子 這是它們的LOGO 很方便啦 很方便啦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進行一個 開箱的作業 OK 我們先來開第一款 來 這是第一個 然後它是 Polar Light Brown 我很看好這個 然後它的背面是長這樣子 會把它戴開咯 直接用來盒子 第一個要開箱囉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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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它是這樣妝的 通常你買年炮不是都是玻璃瓶妝的嗎 但是它是 這樣這樣子妝好 我拿一片 欸 看得到嗎 超淺的顏色耶 OMG 整個深得我心耶 這樣看得到嗎 這樣看到 喔這樣看到看到 有沒有 在裡面 欸顏色很淺耶 我看廣告啊 他們試戴的那個莫特兒真的超級顯色 就是本來是黑色瞳孔的 戴上去直接變成灰色 然後他的盒子上面有印他的logo 也挺可愛的 欸挺可愛的 我喜歡這個配色 然後他是兩個都有附 兩個這個小夾子跟小洗盤都有附 但其實我不太會用這個東西 因為我就是比較粗眼一點 我直接用手拿起來那個啪 塞在我的眼睛裡面 那我現在就先把這個 舊的 這個是我的裸眼的狀態 然後其實我眼睛很容易出血絲 然後我今天已經戴一整天的隱形眼睛 好 好 大家看清楚喔 這個是我的裸眼 然後就是深色的眼睛 我現在來試戴 好興奮喔 喔 它其實是帶有一點點的橘色調欸 對不對 它其實看起來有點鬆還是什麼 我再看一次 喔 它是poly brown啊 巴嘎 因為我看人家說 我看那個廣告上帶這個 brown 非常的顯色 然後它其實看起來是灰灰的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 我比較不常買的顏色 但是反正它就是很淺嘛 喔 好像不錯欸 等一下 我現在只有一隻眼睛的視力 欸 不錯欸 可愛吧 近一點點 然後這樣 喔 好看欸 Everybody 好看欸 我喜歡 它整個把顏色蓋住了 Oh my god 我的瞳孔是不是看起來比較小一點 是吧 對 對 它輪廓沒有那麼就是硬 它蠻弱的 我好喜歡這種喔 你看它輪廓不是很硬的 等一下 不好意思 我先自己欣賞一下 欸 很好看欸 超好看 Oh my god 它的 舒適度 我覺得就是正常表現 因為我這個人的感官其實很遲鈍 就是只要不要太差 我就 我就OK OK 喔 行欸 各位 直接就買了 買起來 好看欸 我喜歡 Polar Light Brown 好不好 好好看喔 欸 超級好看的啦 完全可以啊 有沒有 沒有不喜歡太 正 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完全就是一個非常的 日常的一個隱形眼鏡欸 就是好棒喔 好喜歡喔 Oh my god 它完全跟廣告上的一模模一樣一樣欸 喜歡 非常喜歡 好我再來戴下一個 這是第二個 第二個 然後 它是 跟剛剛那個是一樣的 系列 但是它是比較深一點的顏色 我剛剛在那邊拆個半死結果超智障的 它其實這邊就有那個虛線 所以其實你可以就是 很優雅的把它拆開 噹 一樣的包裝 它是 它是中國 中國產的 各位看得到嗎 就是 它上面這邊有一些 中文字說明書齁 看一下 喔 超淺的 各位 看得到嗎 也是 超級淺的顏色 喔 如果你在 這個 如果你在白色的 我要瞧一下 這個如果你在白色的桌子上帶 你一定會找不到它 因為它超級淺 各位 它超級淺的 你們看 就是 你把 外面好像有一層 外面也原來 有一小圈 可是它顏色真的也是很淺 我最期待的就是這個 喔 這就是我想要的 各位 淺到炸掉 很淺耶 看一下我的衣服 我的衣服是白色的 欸很讚耶 我喜歡 很淺耶 我真的覺得 喜歡戴淺色銀行眼鏡的 妹妹 或是弟弟們 你們真的 要去買 因為它的價格很漂亮 然後你們可以多一點人 因為它常常會買五送六 買五送一啊 還是 就是很多啦 你們可以大家一起買 因為它這個 我覺得這樣你就可以買很多付換的 因為它真的 我覺得它真的CP值算很高 這是我習慣看到我自己化妝的樣子 它其實啊 你們仔細看喔 它在最外圈其實有做一層非常非常淡的 深色的圈圈有沒有 它不是就直接整片都是灰的 它是淺灰 然後到外面 外面有一層小小的界線 但是它做得很鬆 你們知道嗎 小小的 欸我很喜歡欸 兩隻 然後你看 它也 不太會跑喔 我覺得這基本上就是 我是不知道它的持久度多久啦 我之後會再補上心得好不好 就現在馬上戴起來來說的話 至少它不會 跑來跑去 然後 嗯 戴上去的感覺 我也覺得是舒服的 而且喜歡小直徑的 朋友們 喜歡小直徑的朋友 我真的大力的建議你們可以去找那個 歐美的牌子 因為他們都其實做得還蠻自然的 因為我之前沒有特別對隱形眼鏡有太多的研究 我就是覺得 嗯 嗯 就是找臨近的嘛 所以就是看韓國看日本 然後日本有時候還是放太大 所以我都買韓國的 但是我這次終於發現了新大陸 再來我們開最後一副 我們的Ocean Grey 怎麼辦 這個包裝讓我心情好好 第三個 然後這個是Ocean Grey 它這個比較特別是它有就是小點點 你知道嗎 中間有小點點 嘟 嘟 喔 酷喔 你們看它的特色就是 它一樣跟剛剛那個一樣都是 灰的 然後顏色也是淺的 然後就是它中間這邊會有 它的特色就是它中間這邊會有就是 點點 有沒有看到它上面的小點點 各位 我覺得它這款的顏色會比剛剛那個在深那麼一點點 然後你們仔細看 你們仔細看喔 中間的點點其實是有的 我現在盯著鏡頭 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有沒有拍到 但是我用肉眼 我用肉眼來看的話 它還是 其實是看就是如果有人 比如說你跟你的男朋友在談戀愛的時候 你們申請對話 我讓它看進你的眼睛的時候 這個會增加一點質感 就讓它更擬真 的感覺 然後 我在我實際看著鏡子的時候啊 你是看得到裡面的點點的 所以就不會覺得好像 你的眼睛直接就是塗了一個顏色 它會顯得比較自然一點 好一樣 我們那個 不敢戴太淺的小寶貝們 你們也可以買比較深的灰色 基本上 它的顏色就是你在官網上看到的那個樣子 你戴起來其實真的不會差太多 它圖片上跟你說是什麼顏色 它就是什麼顏色 我其實這次在買的時候 我沒有特別想說要做開箱還是怎麼樣 但是就是貨 因為我其實也等了一陣子 因為畢竟它就是要從 所以說我其實也是等了一陣子 然後我今天收到幫我 我想說我可以簡單的幫大家做一下 因為我也沒有查資料 我不知道網路上有沒有人做這一家啦 我個人呢是覺得非常的滿意 因為我帶我選隱形眼鏡的第一個要素就是 它的外觀 就是它的直徑不能太大 然後顏色要顯色 然後那個邊緣不能太模糊 然後我這次在這家買的隱形眼鏡 都有符合到我的需求 雖然說我挑的那個差異度沒有到很大 但是你們也可以去試試 因為它除了這種自然款 它還有很多很靜便的 它有超多超靜便 就是你看人就會覺得 What 到底誰會戴這種隱形眼鏡 款式超多 我非常推薦 我會再把 我會再把網址 然後還有 我買的我也會把網址 丟在下面 如果他們還在的話 那你們可以自己去看看 我會建議大家三五好友一起團購 然後我就去share一下那個 你們集運的運費 因為它沒有辦法直接送來台灣 你要就是在做集運 那希望各位會喜歡 如果有在挑選隱形眼鏡的女孩子 男孩子們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那如果喜歡今天這支影片呢 請記得讓我點個讚 留言 分享給你們所有好朋友 讓他們都有一雙美美的眼睛喔 OK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拜拜 拜拜 這個隱形眼鏡 經過了非常多災多難 來到我的手裡 我覺得那時候 要下單的時候 我想說 我就直接寄到台灣 或是寄大陸 通常都會有大陸的選項 結果它竟然沒有大陸的選項 所以我就想說 好吧 那我只好寄美國的集運艙 因為我是自己訂 然後集運回來 我就下季 寄到那個洛杉磯的集運艙 結果我在追蹤它的訂單的時候 你們知道多白癡嗎 它的貨竟然給我從深圳出貨 然後出到洛杉磯 我再從洛杉磯把它寄回台灣 我這三片 就這三片隱形眼鏡給我就是 飛了快到地球一圈 你知道嗎 誇張